大家好,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,我是韩媒,今天是2023年4月1日,星期六,时间过得真是飞快啊,一转眼呢,三月份就已经又过去了啊,进入了四月份,现在呢,在中国大陆呢,已经是开始春暖花开了啊,在大部分地区吧,东北应该是还是不行啊, 但是呢,在我们这里啊,还是冰天雪地啊,好,我今天这个视频呢,跟大家有这么四方面的内容吧,四方面的内容呢,实际上是一方面的内容,就是围绕着双英出访的这件事情啊,第一件事情呢,就是马英九到大陆祭祖,第二件事情呢,就是蔡英文窜访美国,那么第三件和第四件事情呢, 就是美国的反应啊,那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呢,对我来说也挺吃惊的啊,那就是这次蔡英文窜访美国的,奔着他去的那个隐形的主角,麦卡锡,他偷偷的呢,发了一个推特里面的推文, 他这个推文呢,贴了一张图呢,非常的耐人寻味啊,他就是中国的地图,啊,这里面包括了台湾,这张地图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,也引起来了这个两岸呢,以及中美的广泛的这个讨论, 大家呢,都在猜想,哎,这是几个意思呢,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呢,讨论一下,那么最后一项内容呢,就是, 蔡英文呢,这回为什么要到美国去窜访,就是呢,这个麦卡锡啊,想和台湾接触呢,又不敢去台湾, 因为上一次老妖婆到台湾的时候呢,招的大陆,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岛军事演习, 那么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呢,所以就让蔡英文呢,到美国去窜访, 两个人呢,在美国见面,那么这件事情呢,事先美国也向中国呢,打预防针,啊,希望中国呢, 不要有过分的反应啊,那么有反应没反应,这可不取决于美国,以及蔡英文,对不对, 那么现在呢,他们最害怕的军事演习呢,还是发生了,那么这个军事演习是怎么回事, 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,我们呢,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呢,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啊,敬请期待, 首先呢,我们来说一下,就是马英九到大陆来祭祖这件事情, 我们就知道呢,现在开春了啊,那么是踏青的时节,也是祭祖的时节, 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清明祭祖的这个季节,那么两岸的官方呢,都有这个法定假期啊,都放假了, 今天呢,都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,那么马英九呢, 到大陆啊,今天已经是进入了第六天了啊,昨天呢,他已经到了湖南了, 昨天跟大家说了啊,从武汉坐这个高铁啊,到湖南, 在这个路上呢,国台办主任宋涛全程陪同啊,两个人在火车上呢,是谈笑风生啊, 那么在火车上,我昨天看的那个视频呢,就是听不清楚他们俩说什么话, 我只是从他们的身体语言来猜测呢,他们就是在说,这个火车很快呀,火车很宽敞啊, 今天呢,我找出来了,他们能听清楚说话的这个版本啊, 那么我就听到了他们的说话的内容,宋涛呢,首先就是说,说马先生啊, 这是你这次回老家呢,已经是第三次坐这个高铁了吧, 第一次是从上海到南京,第二次是从南京到武汉, 那么这次呢,是从武汉呢,到长沙, 他就说呢,有什么感受啊,马英九就是说呢,哎呀,很快呀, 很宽敞很快,而且说呢,大陆这个高铁哈, 今天我们乘坐的是一个复兴号啊,是意义深远的啊, 寓意着我们这个中华复兴了,说这个高铁的速度呢, 能达到350公里一小时啊,马英九说呢, 台湾的高铁呢,也挺快的,但是呢,还达不到这么高的速度, 台湾顶多能达到300公里一小时啊, 这也是我头一次听说呢,台湾也有高铁啊, 那台湾能达到300公里一小时,也挺快的, 那么马英九接着呢,还损了一下美国啊, 他说按照美国的实力,按照美国的科技, 按说呢,他们也应该能把这个高铁呢, 办起来,可是这么多年了,美国都没有高铁啊, 着实的让人呢,觉得非常的奇怪, 那我今天看到他们在火车上说的内容呢, 啊,就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了啊,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,他到了湖南, 他去参观了他妈妈的那个母校,对吧, 还给了他那个成绩单, 昨天我还说了啊,按说呢, 应该昨天有省委书记会见他啊, 那今天呢,果真我们就看到了省委书记和他会见的这个视频了, 那么湖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呢,和他会见啊, 那么这个湖南省委书记呢, 他讲话的时候是脱稿的, 和前面两个省委书记还有宋涛都是一样的啊, 全都是脱稿的, 那么这个马英九呢, 出人意料的是全程都照稿念, 而且呢,照稿念啊,还念的是结结巴巴的啊, 特别出人意料, 那么省委书记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呢, 就是说你是一个网红啊, 你这两天在大陆简直是在网上点击量是相当的高啊, 流量是相当高的, 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网红啊, 那昨天呢,我也说了这件事啊, 就是说这次马英九到大陆来呢, 就有很多人啊,就希望能够一睹这个马英九的这个尊容啊, 这里面呢,其中就好多的追随者呢, 都是女的啊, 就是因为马英九呢, 长得比较帅一些啊, 我昨天说的,对吧, 那么其实呢, 我昨天还没有说,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啊, 就觉得好像马英九怎么看起来那么怪呢, 我就觉得啊, 当镜头给他他进警的时候,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, 昨天呢, 我还没有意识到哪地儿奇怪, 今天呢, 我就注意到了啊, 原来就是他那个眼睛啊, 非常奇怪, 然后有网友留言就是说呢, 他是做了拉皮的, 年轻的朋友呢, 可能没有体会啊, 到了我这个年龄呢, 都会有体会, 就是这个眼皮啊, 他会松弛, 如果你是单眼皮的话呢, 你就很快会形成一个三角眼, 如果你是双眼皮的话呢, 那你双眼皮上面那层呢, 会把下面这层呢, 给他盖住啊, 就会形成这么一个这个现象, 那什么叫拉皮呢, 拉皮就是你这个上眼皮松弛的这个啊, 给你截掉一块, 然后呢, 哎, 他就不会把下面的盖住, 那马英九呢, 这个眼睛啊, 怪就怪在这里, 那么我这个年龄呢, 现在这个双眼皮啊, 这个眼皮已经开始松弛了哈, 也是我的一个苦恼, 那么这段时间, 网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, 我这眼睛有时候, 可能你会觉得说, 哎呀, 怎么感觉也是怪怪的啊, 什么地怪, 可能有的人没有意识到, 有的人可能眼见的朋友就注意到了啊, 或者有同样问题的朋友, 可能就注意到了啊,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, 哎呦, 这眼睛怎么就不一样呢啊, 这是因为我用了那个双眼皮贴, 双眼皮贴呢, 就是你把上面那一层啊, 给它撑起来以后呢, 贴上一个双眼皮贴, 然后呢, 他就给它撑住, 就不至于让它就是垂下来, 把下面那一层给它盖住, 就是这样的, 那么如果做手术拉皮呢, 就是完全的哈, 就是一次性的, 永久性的, 不用贴, 直接呢, 就让它松弛的那个呢, 变短, 它就呆住了, 但是我之前的时候用双眼皮贴, 我觉得特别不方便啊, 多一个事儿这是其一, 其二就是你掌握不好啊, 有的时候呢, 会给它贴的位置呢, 大一点啊, 小一点啊, 什么的啊, 就造成了, 可能网友会觉得, 哎, 今天你怎么跟昨天不一样啊, 什么的, 这种情况, 那么这段时间呢, 我还琢磨说, 哎呀, 它如果说那个做一个拉皮的话, 会失败吗, 我觉得好像这种手术应该不会失败吧, 我还琢磨着, 等下一次我回大陆的时候呢, 哎, 我也去做一个拉皮啊, 但是呢, 这两天我看这个马英九啊, 看起来怪怪的, 就是, 网友说, 它是做了拉皮的, 马英九是做了整容的, 网友说呢, 哎呀, 他人都知道了, 马英九做了这个整容, 做了拉皮, 那就看起来怪怪的啊, 你看我对马英九其实并不熟悉, 但是呢, 就觉得他怪怪的, 就说明呢, 你这个天生长什么样啊, 如果你对他进行改变的话呢, 就是不熟悉的人, 看着你也觉得不自然, 所以我现在就打消这主意, 我回, 即便是回大陆的, 我也不会去做这个拉皮啊, 就让他自然就好了, 做完了以后呢, 会很奇怪的, 那我原来啊, 中学还有大学啊, 都有同学, 原来是单眼皮呢, 做了双眼皮, 那么这个人这个眼睛啊, 特别的重要, 那个做了双眼皮的同学啊, 有的同学啊, 哎呀, 我都已经接触到这么长时间了, 我仍然不能把他和之前的那个人对上号, 就觉得特别的别扭, 好, 马英九这个整容那事啊, 就跟您说到这里啊, 然后接下来呢, 我们就来说这个马英九祭祖这些事情啊, 这两天呢,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啊, 这个马英九啊, 他到大陆来访问啊, 以前的时候真的是, 把他看的还挺高的, 现在觉得他真的是不行啊, 真的不行, 一个是从能力上来说呢, 他比大陆的这个官员呀, 他不行, 别的咱们不说, 就是这个脱口讲话这个事儿, 他就不行, 第二呢, 就是他的心路啊, 太窄, 格局太小, 老是想耍一些小花招, 比如说呢, 他今天去祭祖啊, 他就去祭拜他爷爷那个陵墓, 那么他去了以后呢, 他就在读他那个纪文的时候呢, 他两次提到了说呢, 他在台湾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, 他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呢, 八年啊, 这呢, 就是他耍的这个小身机啊, 他一直呢, 找各种的机会, 尽可能的提中华民国这四个字, 尽可能的提总统这两个字, 那么他在这样的场合呢, 他也不失时机的呢, 两次提到什么中华民国总统啊, 我就是想说啊, 你来祭祖的对吧, 人们呢, 都是喜欢光宗耀祖, 我就是想说啊, 你在你爷爷的墓前, 你两次你提到了你当中华民国总统, 你说你当了八年, 对不对, 那么你这个八年当中, 你为这个两岸一家亲, 你做了什么努力, 你也就欺负你爷爷在地下呢, 不能出来说话, 如果你爷爷能说话的话, 没准你爷爷都会出来抽你两个耳光, 你当了八年都没有促成两岸统一啊, 到现在你还在搞这种暗毒啊, 什么叫和平必战啊, 为什么会战, 不就是你们台湾这帮人, 拒绝统一搞台独吗, 明了暗里搞台独吗, 才会有可能有战呢, 是谁要战, 对不对, 你的爷爷就是不能从这个墓里面爬出来, 你爷爷要能从墓里爬出来, 绝对要教训你一顿呢, 你还有脸说, 马英九糊涂人一个, 如果要避战的话呢, 就只有一条, 你台湾你乖乖的, 对不对, 主动的和大陆来商量统一的问题, 而不是搞这种糊了你, 安抚你, 你别打别打别打, 啊, 我们两岸啊, 和平, 但是仍然是两岸, 啊, 甚至于在台湾呢, 现在国民党呢, 都是张嘴闭嘴的, 我国我国的, 是不是, 你在搞什么, 你以为别人傻吗, 不要以为别人傻, 有的人呢, 就老觉得别人傻, 别人能傻吗, 别人不傻好吧, 尤其是中国大陆这么多人, 这么多人挑出来的那些精英, 那些人是傻子, 你以为, 是不是, 所有的认为别人是傻子的那些人, 他本身就是傻子, 耍那小心机, 以为别人不知道, 看到别人没有反击你, 以为别人脑子没转个弯来, 以为别人嘴巴笨, 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傻子, 台湾那些媒体也是, 前面这几天呢, 看到, 哎呀, 马英九所到之处啊, 很多人, 乌央乌央的人, 就想一睹风采, 然后呢, 台湾的媒体就采访那些人啊, 一看, 哎呀, 马英九在大陆这么受欢迎啊, 现在呢, 就把那些跟着去围观的那些人呢, 采访完了啊, 台湾的媒体现在就开始采访这个街上的人了, 结果呢, 今天台湾的媒体发现, 在长沙的街头, 很多人不知道马英九是谁, 有的人呢, 不懂装懂啊, 啊, 说, 哎呀, 听受过, 听受过这个名字, 在历史书里面听说过, 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呢, 台湾是大受打击啊, 有很多人说, 窝得个去啊, 怎么长山的年轻人, 以为马英九是一个历史人物呢, 在历史书里面见过, 就说明马英九呢, 也不是在大陆说, 好像是人人皆知似的, 也没有红到那程度好吧, 好, 马英九这说完了以后呢,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蔡英文到美国串访这件事情啊,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, 在这个纽约的这两天, 蔡英文呢, 虽然说在纽约市啊, 纽约市就是纽约州, 可是呢, 纽约呀, 它是这个民主党的天下, 你像川普, 他原本是在纽约出生长大, 那是他的老家, 对不对, 但是呢, 他都被他们逼的呢, 都背井离乡, 到别地去住去了, 在那都待不下去了呀, 包括美如天仙呢, 他那个女儿Evanka, 在纽约任何一个场合去出席那些社交场合的时候呢, 按说他是个名媛, 对不对, 不解人们呢, 对他冷眼对待, 有些人呢, 还冷嘲热讽, 甚至就开口来挤带他, 骂他, 待不下去了, 在纽约, 那蔡英文到了纽约以后呢, 纽约市, 纽约州, 全都没有出面来接待这个蔡英文, 而是由纽约西州的州长, 来开了一个晚宴来接待他, 而那些纽约西州的那些, 民主党的议员呢, 什么的, 那都没有出席这个活动, 就是说蔡英文在纽约呢, 受到了民主党的冷遇, 然后去呢哈德逊研究所啊, 说是给他办一个奖啊, 那个蓬佩奥也没出现, 重量级的人物, 蓬佩奥也没有出现, 我昨天呢就说, 蓬佩奥他为什么不出现啊, 很多人都不会分析了, 不知道啊, 为什么呀到底啊, 有的人说呢, 就是呢, 蓬佩奥就是看钱, 你不给我钱, 或者钱给的不够, 那么我就不给你这个面子, 那么今天我看到台湾的媒体就是说呢, 民进党这边呢, 给出来的解释是什么呀, 说蓬佩奥不出现呢, 是因为不想形成对大陆的那种强刺激, 或者叫挑衅, 那么大家呢, 转念一想, 这站得住脚吗, 要知道蓬佩奥他本人, 已经去过台湾去访问呐, 是那个刺激大, 还是这个刺激大呀, 对不对, 所以这个说法呢, 也站不住脚,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, 现在能站得住脚的呢, 可能大家都比较认同呢, 就是一个钱, 就是呢, 没有给他钱, 蓬佩奥是严重缺钱啊, 另外一个呢, 就是这个哈特逊研究所, 有可能也不大尿这个蓬佩奥, 不知道蓬佩奥呢, 还提出来了什么无理要求, 然后呢, 哈特逊研究所没准就说, 那你算了, 你别来了, 我认为有可能是这样的, 因为那个余茂春呢, 他明显的在哈特逊研究所里面, 被边缘化了, 那么蓬佩奥呢, 有可能在哈特逊研究所里面呢, 也是边缘化的, 没有人猜他,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, 想不出别的, 什么挑衅不挑衅呢, 那个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, 另外台湾方面呢, 就是民进党他自己透露出来的消息啊, 因为在纽约这一段里面呢, 民主党没有露面, 现在呢, 说是民进党啊, 主要就是萧美琴那个团队了, 说疯狂的在给这个民主党, 民主党那边呢, 打电话, 就希望当蔡英文在南美访问回来到了加州以后呢, 民主党这边的人士呢, 能够出席活动, 能够给点面子, 咱们到时候看吧, 民主党到时候给不给他面子, 那么这些呢, 其实啊, 都不重要,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, 最重要的就是蔡英文这次到底能不能和这个麦卡锡两个人会面, 这是他这次到美国来窜网的一个真正目的啊, 也是他唯一的一个目的, 不然的话去干嘛呀, 但是中国方面的态度, 让他们现在呢就左右为难, 有点不敢, 昨天呢, 我就说了, 他们就是偷鸡不成, 到十一把米, 偷鸡不成是什么呢, 就是麦卡锡和蔡英文这个会面呀, 有可能就不敢了, 就要撤销了, 到十一把米是什么呢, 而且还影响了这个拜登到中国访问, 甚至拜登和习近平的这个通话, 这些呢, 全都不成了, 这就是偷鸡不成, 到十一把米, 而这个偷鸡呢, 真的有可能不成了, 不光是说台湾方面呀, 蔡英文团队呀, 还有美国方面呀, 都不敢确认这个, 他们俩会面这件事, 不光是这个啊, 就是麦卡锡他自己呀, 他在推特里面呢, 他发了一个推文, 有的时候呢, 我们就说, 哎呀谁谁说话啊, 不知所云, 就是说些有的没的, 不干不干的, 那么这个麦卡锡呢, 他发这个推文啊, 我认为, 他就是有的没的, 不干不尬的, 他是不是发了一个什么推文呢, 他发了两段话, 再加上一张图, 那么他这个两段话里面的这个内容呢, 他就说了啊, 他说呢, 要实现电气化经济, 就必须要开采关键的矿物资源, 但现在我们依赖中国啊, 这是第一段, 然后又说了, 在美国, 我们要花上十年的时间, 才能取得新矿场的许可, 说, 降低能源成本法案, 将简化许可流程, 并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, 看起来呢, 他好像在说采矿的问题啊, 那么他这个图里面呢, 贴了一张图啊, 就是说呢, 90%的关键性的矿物质, 都由中国来控制啊, 这是他图上的文字部分, 那么这个图呢, 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世界地图, 那么他把中国的这一块呢, 他搞成了一个不是那么红的, 能区别开那个背景颜色, 和中国的这个颜色, 比较引人注目呢, 是这个中国地图呢, 它是一个完整的地图, 包括台湾, 按说这是应该的啊, 但是我们要知道, 像美国西方啊, 他们经常拿这个中国地图来做文章, 经常是把台湾搞一个别的颜色吧, 把台湾不包括在内吧, 等等等等啊, 用这种暗示性的东西, 那么他现在呢, 今天他搞这么一个图啊, 他里面说的就是说中国, 里面说的就是中国, 把中国呢和世界的颜色呢, 给他区别开来, 但是呢, 里面是包括台湾的, 麦卡锡真的是要说这个矿物质的问题吗, 还是用这么一张图, 来暗示中国, 他是支持一个中国的, 或者说他是暗示蔡英文说, 如果我不跟你见面的话, 请你原谅, 我现在不得不考虑这件事情, 麦卡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, 特别的耐人寻卫, 很多人都在讨论他这个推文, 现在呢, 他这条推文的这个点击量, 这个阅读量啊, 都要到一百万了, 他平常可没有这么高的点击率, 所以我就是说呀, 从这个来看呀, 蔡英文辞访啊, 可能是偷鸡不成了, 那么美国能不能到十一把米呢, 今天呢, 我发现呢, 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呢, 我们大家这两天, 没有被广泛的讨论, 它是什么呢, 就是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军演了, 根据这个海南省三亚市海事局公布的消息啊, 说中国海军啊, 将会于三月二十四日到四月底, 也就是四月三十日, 这期间进行为期三十八天的军事演习啊, 这是一个很大的行动啊, 实际上三亚海事局呢, 已经是早就发布了这个消息了, 因为这军事演习是三月二十四号就开始了呀, 只是呢, 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, 那么台湾方面呢, 现在就都在讨论说呀, 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演习, 你别看他没在台海地区进行, 是在南海进行的, 但是他也是冲着台湾来的, 也不排除, 如果说蔡英文赶到加州去和麦卡锡会面, 中国所说的坚决反击, 有可能就是这个军事演习, 枪口一转就到了台湾来了, 这种可能性真的是有的, 为什么中国大陆这次呢, 把这样的一个大规模, 长时间三十八天呢, 这么一个大型的军事演习, 没有安排在这个台岛, 而是安排在南海, 我认为这是一箭双雕, 因为最近呢, 菲律宾啊, 闹腾的厉害, 中国大陆在南海进行这样的一个,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, 就是一箭双雕, 既威吓台湾, 又威吓菲律宾,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, 是威吓他们背后的主子, 美国, 美国现在呢, 是左右为难了, 蔡英文刺刑啊, 偷鸡不成, 道士一把米, 好,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, 感谢您的收看, 下次再见。